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谦虚 恭敬 用这两个字来对待人 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 不要老是想到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一定要说 如果不是陈佑青的话 我这个大发股是不会这么好的 我不是陈佑青来帮我的忙 陈小姐帮我的忙 我这个大发股的节目没有这么多人听的 谢谢 没有这么多人看的 还有我们制作的这些制作群 它录音落得很好 非常用心 还有那个编剧的人出题目出得很好 所以在各方面各种姻缘的配合 所以是大发股呢 不错 还有观众们呢 正喜欢我讲这种话 观众们也能够有时候谅解我 原谅我讲错了的话 他们还觉得我这个还不错 那我很感谢他们的鼓励 所以呢 我这个大发股这个节目很好 我只是大发股这个节目里面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因素而已 其他的都是人家 这个合作配合成功的 所以众缘合合而存的 这是谦虚 能够这样想 就是谦虚就可以去慢戏 你这样子一谦虚以后 你又没有慢性了啦 因为自己这是 也没否定自己 是 自己是奉献了的 但是自己奉献这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并不是说 绝对的全部的是自己 有很多的人 把所有的功劳 全部拉来给自己 把所有的人的功劳 全部否定掉 还认为 其他的人占了他的光 相反的讲 陈佑青如果不是参加我的这个大发股 谁知道有陈佑青这个名字 因为我大发股 所以陈佑青很聪明 这句话什么话 这个就是傲慢性出现的 所以我们这个傲慢性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谦虚 随时随地啊 不要把自己的这一份努力和贡献呢 当成是绝对的最重要的部分 这是你把它直接当成配角 直接当成一个因缘里面的一个因素 不要把它当成是就是自己 不是自我中心 不要用自我中心 而常常想到有其他的人 感谢其他的人 然后 感谢其他的因缘 感谢其他的因缘 那这个 这个慢性就没有了 是 另外一个字 叫尊敬性 恭敬性 我们 对任何一种事业 我们家就 就是 敬意乐群 是 敬意乐群 一定是 对你这桩事 对你这项工作 以存在尊敬的心 乐群呢 你要是对于参与的人 任何一个人 对其一种恭敬心 甚至于感谢的心 以这种恭敬的心 尊重的心 尊重他人 他人 自然而然呢 他会配合你 自然而然 主动地啊 来吸住你 主动地呢 救证你 这样子的时候 种之沉沉 我常常讲 我说 我圣言这一个人 今天好像 有一点小名气 其实 我这个小名气 不是我个人的 是我的信徒 我的弟子 还有我们的社会 共同 把我 把我烘托出来 变成 一个圣言这样的一个人 我这样子想 我就 我就没有什么 慢性 没有慢性的 我见到任何人 我都很恭敬 我都很感谢你 很感谢你 真的 你们很辛苦了 我自己是应该做的 师父 师父很有智慧 其实 我觉得我以前 我必须承认 我以前 慢性比较重 可是我有一次 真正的体会到 怎么样谦虚 怎么样恭敬 是在参加 师父的禅三 师父说 当我们礼佛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的 礼佛 然后我们的头 是贴着佛的竹 我们双手 是托着佛的竹 要真正的谦卑 然后呢 其实我们对待众生 都要把它当成佛一样 看 就像 所以你礼佛的时候 要想你是在 礼尽众生 我觉得这句话 给我很大的启示 我觉得好像 对我的慢性来讲 帮助很大 师父能不能说明 说明这个 这样子的想法 为什么能够去除慢性 人很不容易 向人低头 向人低头 觉得是很丢脸的事 明明知道 自己不行 要向人家请教的时候 往往都不愿意低头 面子问题 实在是 废不得已的时候 那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也不得不低头的时候 才会低头 平常的时候 很不容易低头 特别是对于平辈的人 要低头很难 还有对于仔细的 说下来低头 那更难了 所以先生跟太太之间 不知道是哪个 最容易低头 这个两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 常常低头 那这个夫妇 两个人之间 问题就没有 这夫妇两个人的头 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悄悄的 那这个两个人 吵架的机会很多 如果彼此 多能够谦虚 多能够尊敬对方 那个家庭里有点和乐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个人 跟人相处 不管是一个家庭 或者是我们一个团体 那是整个的一个社会国家 我们如果经常保持谦虚 或恭敬对方的话 这个傲慢性没有 没有傲慢性的人 我们叫做低姿态的人 低姿态的人 往往是占便宜的 是 谢谢师傅开示 那师傅说 低姿态的人 往往是占便宜的人 您是不是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呢 欢迎您下一集 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